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法议题吵得沸沸扬扬 台北市国民党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 财化法从民国88年修正至今 超过25年未修正 现行的裁员已经无法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 呼吁中央要检讨修正财化法 落实地方自治 支持修改财化法 落实地方自治 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书记长张思刚 与市议员汪志斌 张维元 曾献盈 王兴宜 手拿看板大声疾呼 就是要呼应立院国民党提出的财化法修法 张思刚表示 台北市的重大建设建在悬上 首都的保留款不能被拿掉 更何况民进党之前也大力呼吁修财化法 市议员张维元也认为 在野时期的民进党也告诉大家要修财化法 而现在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首都保留款这东西 未来在立法院不可费 不可费 因为台北市未来会有很多的大型建设 包含捷运的后续网路 甚至其他的快速的网路 快速道路 还有轻轨的建设 也要未来在十年内陆陆续续的发包 所以台北市的重大建设 是建在悬上 所以这部分首都的保留款2%的部分 3%的部分 我们强烈的要求在立法院的时候 不能被拿掉 不能被拿掉 那我们也呼吁蒋安 蒋市长 对于这个保留款 首都的保留款2到3%的部分 一定要强力的要求 强力的要求 我也希望我们台北市的选出来的 不分党派的立法委员 在为地方争取财政的时候 不要因为党派的束缚 而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之争 而有意识形态之争 中央跟地方 它税收的这个占比 它严重的失衡 所以我们要求应该还税于地方 至少把过去那15%拿回来 那根据国民党计算 过去那15%如果拿回来的话 大概总预算 统统分配款的总预算规模 大概会增加5000多亿 换句话说 整个总额会高达8904亿 还给地方的税收 那按照目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 如果这样子规划的话 每一个直辖室 就六都里面 每一个直辖室 至少会增加200亿的税收的税款的使用 而每一个非直辖室的地方县市 也会增加 比原本分配到的税款增加一倍以上 换句话说 我们是希望把真正该使用的钱还到地方使用上面 市议员甄献影指出 现行的财化法是肥中央受地方 特别是营业税应该回馈地方 而市议员汪志斌则表示 财化法历年发展最佳状态是四六笔 市议员王兴宜则以校园斑斑油冷气为例 中央没有把冷气编成一般预算 之后要太就换新 是不是又要地方出钱 所以这次的财化法 我们觉得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他们希望能够打破过去 肥中央受地方的这个状况 特别把这个营业税 营业税能够回馈给这个地方 让地方的这个营业税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提升 让地方可以共享他招商的一个成果 因为我们台北市来讲努力了投入很多的成本 但是我们的分配回来的却是应该比例要拉高才对 那我想六都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营业税能够回归成为地方的财源 这个部分我们是表达是支持的 那让我们地方的不管招商的成果能够回馈回来 我们地方的社会福利 教育基础设施也能够继续的来贡献 来持续变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是从财化法历年的一个发展 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四六比 那最差的也就是目前的这个现象 就是25%跟75%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已经形同了就是破坏了 违反了所谓的地方自治的一个精神 有一点这个应该这么讲 就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做老大 那地方自治呢 已经在民进党的眼里面形同虚设 我们中央的做法把冷气 没有当做一个教育经费的 一个根本的基本的一个预算 没有编成一般的预算 它是用什么钱来出的 它是用特别预算 用前瞻计划用一个特别预算 那大家知道 那这个特别预算用完了之后 那之后呢 那冷气不是只装一次而已 六年之后就要太旧换新 那太旧换新的钱又从哪里来 那未来的冷气要太旧换新的时候 这些经费难道又要由地方来自酬吗 那中央的补助不能够此一时也彼此也 只补助第一次之后就通通不补助了 但是功劳看起来又全部都在中央的头上 然后变成是用中央请客 大家认为说啊这是中央的功德 结果呢都是未来变成地方的负担 我们必须要有地方来买单 财化法修法从中央到地方 吵得沸沸扬扬 各有各的立场 可以预见朝野工房会持续掀起更多波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扶植台北文化创意产业 台北市文化局从2013年起 就以文化创意生活馆 带领国内文创业者参加国际性的展会 以拓展海外市场 今年文创品牌国际化再升级 共严选出破纪录的37家业者 到东京 槟城及香港三大亚洲城市参展 向全世界展示台北的文化底蕴 与创意能量 用自己的双手将台南指标历史建筑 零百货一步步组装起来 这是手办物的人气商品 运用对环境冲击最小又可回收的木材 加上DIY的手作乐趣 赋予伴手礼合新的生命 不过要做出这些商品可不容易 主要我们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说 因为像古迹它有一些结构 或者是形状 它会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设计师去拆解的时候 他要花时间去拆 那第二个是说 因为我们的建筑物 它是很大一座的 那我们在把它缩小的过程说 我们要去考虑到它的材料的厚度 那哪边要增加 哪边要减少 去把它进行一个最完整的还原 由80年历史的青草店 第三代所开创的麦草人家 所以希望将传统文化价值延续 更期盼能拓展到国际 我们希望把台湾最传统的青草台推广出去 那我们家已经是80年的青草店了 对然后老板是第三代女儿 然后他希望他不要失传 藉由青草去融合艺术生活 成立六年的女好工作室 则透过插画主角胡吉 带给消费者温暖的慰藉 女好工作室它是以一支胡吉 最有IP的主要角色 那它是以原创的插画 然后结合生活上的灵感 然后做成像我们的插画绘本 然后还有文具 还有生活杂货类型 因为我们觉得原创插画 手绘的是有一种温暖的能力 然后想要让这种温暖的形象 可以让更多人在生活中 感到更就是有温暖的感觉 请翻转 这是台北市文创品牌 亚洲区国际拓销记者会现场 由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领军 率领创纪录的37家台北文创品牌 前进国际市场 到日本东基 马来西亚 槟城 及香港这三大城市 展现台北的文化底蕴与创意能量 比如在日本我们可能重视着 一个更成熟的市场 那你要接受日本东京 这个市场的挑战是压力很大的 那香港是一个国际橱窗 那国际橱窗的口味 就是非常的百花开放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 新的文创的业者 有机会在那里被国际看到 那马来西亚是我们的一个南向政策 而且马来西亚的华侨 一直都是台湾的文创商品 非常重要的一个爱戴的市场 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切入点 我想也证明了说 我们能够挑到37家 针对三个不同的市场 我想都意味着台湾的文创的商品 文创的市场是越来越趋向成熟 经过严选的文创商品 包罗万象 也出现许多胜利军 让以作为平台秩序的台北市文化局长 蔡思平深受感动 每一次看到这些产品 这些商家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兴奋 因为都有新的人在往前走 那新的人往前走 就意味着产业有生力军 意味着文创创意的部分 有不断的人在涌进来 那我们政府部门跟民间要搭平台 把这平台搭起来了 很自然的 大家就会看到台湾的文创商品 受邀前来的台北市青年局局长 英伟也被琳琳满目的文创商品 深深吸引 直说可以当作赠送外宾的礼物 成为台北递给全世界的名片 我看到那个神话岩 这个用十二生肖 来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背景 我觉得其实这样 就是青年局以后 要送给我们的访兵的礼物 乃至于我们来推荐到 市政府的各个的局处 都希望可以是这些 有很好的 不管是环保永续的概念 或者是文化创意的商品 希望能够让它 不只是商品而已 还可以变成台北城市的名片 英伟也系组青年局的各项 青年创业奖励补助措施 强调要当青年创业的坚实后盾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创业之前 在考虑的年轻人 那也可以来找我们来进行 一站式的整合式的咨询服务 第二个 如果你已经是有很具体的想法 想要把你的商品去具体化 那你想要开业了 那你如果需要资金 我们就来用青创贷款来提供 我们这边提供所有申请的服务 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很方便很简便的 能够取得你的第一桶金 最重要的是第一礼路 把它给走好 那如果到了需要展销 要拓展市场的情况底下呢 青年局现在大楼里面 未来也会拓展更多的展点 希望能够来扶持协助 特别是其中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年轻的创作者 他们的商品能够来到我们的 不管是斜杠商店街 还是我们其他接下来 希望能够开展出来的基地 最后 如果你在想的是要出海 参加各式的展览 甚至是你的产品能够代表台北 来参加竞赛的话呢 青年这边会有一个制度化的补助要点 带着年轻人一起到海外 来宣扬台北的威力 台北的魅力 让台北独特的美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见 负责执行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福祉计划的 松山文创园区方面表示 今年将通过国外拓销 商务交流及考察参访这三种方式 进行国际市场销售 让台湾品牌能更贴近当地消费样貌 促进国外市场商机 国际拓销大成功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韩剧魅力无法挡 有有量娱乐代理的韩国娱乐台执行长 变光明特地飞来台湾 表示下半年除了将同步引进韩国戏剧 综艺节目外 更着手规划在台湾制作节目 让观众欣赏到更多优质的节目 男神金秀贤 李敏昊 李炳县 饰演的热门韩剧 还有新一季 韩团佼佼者 最佳队长大赏 等最夯的综艺节目 现在在有线电视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韩国娱乐台进军台湾 上半年播出的韩剧 受到许多观众好评 下半年更将同步引进 韩国热门戏剧综艺 并着手规划在台湾自制节目 让台湾观众欣赏到更多的优质节目 如果有任何机会 从今起来 我一定会参加台湾剧组製作 与台湾剧组製作 你在网路平台上只能看到的网剧 现在通通都搬上电视了 这样一来呢 让大家的选择可以更多样 而且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让我们的追剧变得更有趣 同样要吸引观众目光的 还有AMC电影台 暑假将会播放许多好莱坞明星 像是布鲁斯威利 冯迪索等动作明星经典剧片 还有知名动画电影 适合全家大小一同观赏 AMC电影台 基本上它前身是来自美国的 经典电影频道 那其实在进入台湾市场之后 其实我们在内容上 也做了全面的提升 尤其是今年1月1号 我们加入有线电视69频道之后 我们其实也跟美国总公司那边 进一步沟通 今年也预计采购 像是Sony 环球 爱拉蒙等 知名影业的大型的好莱坞电影 将这些电影进到台湾 那我觉得AMC电影台 跟其他电影台最大的差异是 大众会觉得电影台的观众 主要的TA应该都以男性为主 那AMC电影台基本上 除了服务男性观众之外 也增加了非常多女性观众 以及亲子可以合家观赏的电影 比如说好莱坞的知名动画电影 或者是一些比较浪漫爱情的一些家庭电影 这也是AMC电影台在进入到有线电视之后 除了经典电影之外 希望能够带给台湾的观众另外一个不同的观影体验 更多韩剧综艺节目 以及好莱坞经典电影 都可以在KMTV韩国娱乐台 以及AMC电影台收看得到 不仅要吸引观众的目光 也为台湾娱乐产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床诊达人李武昌 申请了一项新型专利 利用溢压的原理 让重达十几公斤的床垫 能够轻松抬起 将科技实践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床诊达人李武昌 投身请局行业已有12年之久 以多项枕头床垫的专利闻名业界 近期更是因为房屋市场转型 小坪数多功能卧室的兴起 尝试向新的专利进发 利用类似液压机的原理 协助力量较小的人 也能轻松撑起床垫 但是这其中的细项参数 从构思到成品 李武昌先生投入大量心血与资金 只为了打造客制化 人性化的功能 创业12年了 我妈妈永远是我的忠实粉丝 到现在床垫已经到第三代 我也帮我妈妈换了最新的床垫 现在为止 妈妈已经83岁了 每一天 走路一万步起跳 具备ISAT脊骨肌肉神经活化 诊疗技术 医师证书的李武昌先生表示 因为这项技术更知道 什么样的枕头与床垫 对我们的脊椎才是好的 他希望以科技的力量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 让使用者都能拥有一个美梦 记者问君丁克宇采访报道 有一名男子凌晨开车 行进新一区中坡南路时 突然失控 连撞路边16辆机车后逃逸 警方货报调阅监视器 锁定造势驾驶 一小时后在南港带到人 这辆黑色轿车从台北市新一区福德路 转到中坡南路时 突然失控往路旁撞了过去 沿路机车倒成一片 没想到驾驶竟然照逃 直接把车开走 并将车辆停放到事发地100公尺外 就徒步离开 经过清查 共有16辆机车受损 警方调阅监视器 并比对驾驶资料与穿着 事发后一小时 就在肇事驾驶南港驻家逮到人 在本桥中坡南路287号 发生自小客冲撞路旁 停车阁造潮事故案 现场造成16辆机车毁损 本分局接货报案到场 未发现驾驶 经调阅监视器 于一小时内迅速至其家中 将造势者带回 阳南到案后 产城系一时恍神造成事故 新分局呼吁 如发生事故 因立即拨打 依领或延地 等待原请到场处理 切物自行离去 令途精神不尽 切物驾驶 以确保大众生命财产安全 46岁的阳性男子 若往后变称 是一时恍神造势 同时因为紧张才逃逸 澄清自己并没有酒驾 不过警方查出 他在日前因案 驾照被吊销 因此已经依 无招驾驶及造势逃逸 予以告发 后续将进一步调查 相关机证 以厘清详细造势原因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美市交通局 为了要减少骑士及行人 在炎炎夏日曝晒等红绿灯的时间 在夏季缩短了740处 入口号制的红灯秒数 有了入口就整整缩减了95秒 机车骑士停红灯时 时常曝晒在烈日阳光下 这是夏天街头常见景象 尤其当红灯要上百秒 真的让机车骑士大喊吃不消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在夏季缩短红的秒数 共740处入口号制 减少机车骑士及行人等候时间 那其实我们大概每年都会考量 其实夏季天气比较热 那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台北市车流量很大 那我们也有很多广大的机车储朋友 那因为我们的号制 其实考量车流量运作周期都是比较长 就是为了要粗解车流 但是因为夏天的时候 因为寒暑假的关系 车流量有比较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们就是考量到机车驾驶 曝曬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专案 那我们来缩短这个红灯的时间 那减少这个机车处在入口曝曬的整个情形 那我们这个专案大概从108年 大概就开始实施了 那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去看整个车流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9到16点的时候 车流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7、8月寒暑假这个时间 车量比较低的状况去做降周期 那这样机车停冷的时间也可以比较短 那其实对车流量的影响相对也比较少 那我们这次总共降周期的入口数 大概740处 那我们就是针对周期比较长的入口 去做一个评估 那其实我们在降周期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做整个群组 就是好几个入口一起同步去做处理 那尽量去避免影响到整个车流的续静 那我们时间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 寒暑假7月1号到8月底 那就是9点到16点30分 大概比较热的这个时间 依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7到8月月均温最高 且气温多达30度以上 交工处在离风时段平均缩短红灯21秒 调降最多秒数甚至有到95秒 那我讲一个案例啦 就是说我们大概整个降周期执行之后 平均大概可以缩短21秒左右的一个红灯时间 那最多大概可以缩短到90秒 那可以看到千亩东路107向 因为它从200周期降到100周期之后 那可以看到在行人的这个地方 还有知道的行车的部分 就是可以从红灯170降到红灯80秒 那行人的部分就是可以从150降到60秒 所以我们最多有一些路口 其实红灯是可以降到90秒 就可以大幅减少 不管是机车它在路口等红灯的一个时间 交工处将持续观察调降红灯秒数后 路口车流疏解状况及路段连锁性 并视民众反应情况事实调整 为了要宣导反诈骗及行人交通安全等观念 警察节前夕内湖分局特别举办了一日快闪活动 平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警察 组成街头乐团 在人潮众多的内湖科技园区广场演唱 《我的未来不是梦》 台美的天空等知名歌曲 连分局长萧慧珠也登场现场 高亢的歌声加上熟悉的音乐 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吸引许多路过民众驻主聆听 这个在内湖略光路与港前路交叉路旁广场演唱的街头乐团 其实是由内湖分局各个单位远景所组成 在警察节前夕特别选择在人潮众多的内湖科技园区举办一日快闪 希望借此向市民宣导反诈骗及行人交通安全等观念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校园跟里面的这个座谈会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宣导的族群 由于内湖科学园区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科技重镇 中午的时间进出的人潮非常的多 我们也用这种活泼比较亲民的方式能够希望民众理解 我们警察除了干预取缔比较严谨以外 我们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的一群的同仁 也欢迎朋友一起来加入 主上之一的内湖分局侦察对侦察座消耻说 在街头演出感觉很自然 因为已经在内湖服务多年 觉得和大家都很亲近 我觉得很特别啊 因为应该有很少警察就是会在街头 就是直接这样表演的 就比较就没有那么自视 比较要随性这样 但是又觉得 反正我就觉得比较自然啦 也不太会紧张 因为其实就在内湖待很久了 觉得这边的人就跟自己感觉都很亲近 年内湖分绝分局长萧慧珠也下场与大家合唱 真诚的歌声获得现场民众满堂彩 认为警察人员平日忙于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与交通已经很辛苦 现在还在街头以才艺表演进行宣导 真的让人感动 还不错啊 就是满在办公区域采访的 办活动的话呢 可以收到很多的流量 大家会关注 大家会关注 对对对 比较表演的好不好 蛮好的 希望可以继续举办这些相关的活动 很棒啊 怎么做 因为他们就是很热 就是警察平常就很忙 然后还有时间去练习这一段歌曲 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很有形的去准备这样 对那可以看出来 他们就是真的蛮热爱自己的工作 内湖分局方面表示 未来他们会持续通过各种刑事 深入社区校园进行宣导 希望协助民众建立正确观念 保护自己不给歹徒有可乘之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承其服务失一而少的中益基金会 邀请艺人张文琦担任爱新班长 他以自身的经历表示 因为曾经遭遇学习困难 更能体会到求学路上的家庭 及贵人相助的重要 因此力邀各界的家庭 透过儿童聚公益认票 辅助失一而安心上学 艺人张文琦化身爱新班长 邀请社会大众支持中益基金会 失一而助学计划 张文琦特别分享自己的学习历程 并非一帆风顺 曾有阅读障碍的他 很感谢妈妈的悉心陪伴 让他找到有热情的学习亮点 更带来自己的书 练习与自己对话 致证给安置家园的孩子 鼓励失一而正向思考 他在我求学过程当中 他发现我有问题 其实我是有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阅读障碍 就是我没办法看文字 甚至我到高中 那时候18岁要打学的时候 不是都会考那个机车驾照吗 我是没有办法看字 是我妈妈念给我听 一题念给你听 对对对 一个字念给我听 所以我听力很强 对我没办法看文字 所以比如说 我经常要交代我事情的时候 他都用念的 我就有办法记起来 你让我看书 我会比较困难一点 这样子 然后甚至我整个 求学的环境当中 我妈妈发现 哇我的孩子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当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是读科班 我是读舞蹈科的科班 后来我妈妈发现 我不对劲了 因为我是吊齐阿波进去的 就是最后一名进去的孩子 所以在那个求学的过程当中 妈妈发现这个环境不再适合我的时候 她就把我转回普通班 所以在小事的时候 我就回到原本在家里面附近的学校念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家庭教育上面 如果可以提早发现孩子有什么样的需求 甚至可以去发现他有什么样的专长 可以往那一部分去培养他 对 他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 不论是我们是身体力行 或者是我们用这个募款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会希望可以带给孩子一个正面的思考 跟正面的鼓励 还有陪伴 让他们在身心灵上面 以后成为一个可以传承 再往下面传承下去 给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亮光 所以嘛 他就不是从头也不是蜘蛛 现场还有苹果剧团演员 带来公益亲子剧 小蜘蛛大英雄片段 故事内容传达尊重差异 深具教育意义 综艺基金会 期盼社会大众公益认票 帮助诗一儿获得均等的学习机会 建立自我认同 基金会爱心家园也致力发展6Q教育 防止被安志同因能力不足 而形成福利依赖的现象 那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帮孩子 募集教育费 然后甚至孩子可能有一些 自己专业的一些才艺能够学习 当然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去培养孩子的一个素养 跟特质的部分 因为中医照顾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来自一些 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 比方说有一些是家庭贫困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来自于 家庭可能疏于照顾 甚至有一些身体不当对待的部分 在这个历程里面孩子需要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 来支持他的人生 来抚育他的人生 所以希望透过教育费的一个募集的部分 能够支持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我们相信教育或许有机会能够翻转人生 也能够让这些孩子重新定义他自己未来的人生 实际上在我们照顾的这一些弱势的十一二少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成以上都是需要一些早期疗愈的部分 大家可以试想说 其实在我们孩子可能学走路 学讲话 甚至在一些可能有一些学习障碍的议题 再加上很多的孩子因应着原生家庭 带来了有一些所谓的情绪的议题 所以长年下来 其实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人际关系不是这么的顺利 甚至在学业功课上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利 当然我们就希望当孩子进入到我中一的大门 我们能够结合这样的一个资源 给孩子不管是在学费 甚至在所谓的人际关系的一些教育上面 甚至未来的一些心理健康支持上面 都能够做这方面的补强 中一的照顾的十一儿 其实就设政的系统来讲 叫做所谓的家外安置的孩子 那其实每年下来 其实政府统计这边大概都有 4000到5000位的一个孩子需要家外安置的部分 那当然有一部分应该是说 一半以上的孩子会进入到像中一这样的一个 安置机构提供照顾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其实从早年 我们中一照顾的孩子 都是来自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 到现在来讲 其实社会大众或许会听到 不管是目睹儿 毒宝宝 或者是一些受虐的孩子 我觉得相对性不管在生活的照顾上面 非常的困难 甚至在学业上面 甚至在学习过程里面 都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困难的部分 需要去突破 当然在我们的照顾体系里面 会透过不管是教育资源 甚至搭配的一些心理智商的部分 甚至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系统的加入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历程里面 能够更有所说获这样子 综艺基金会长期服务 0到18岁失忆儿哨 期盼在企业赞助与民众支持下 帮助更多失忆儿哨 也邀请社会大众9月1号走进剧场 观赏公益亲子剧小蜘蛛大英雄 用行动支持弱势孩子 成为他们因应未来的力量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导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都十岁都有喔 透过游泳欣赏外幕山的海上美景 感受基隆的魅力 好 我们的市长 谢市长现在到我们的场中间 比赛前参加常有活动选手 早就迫不及待动起来 台上音乐一下大家活动筋骨 三 二 一 三 金融市长谢国良 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 及市议会议员施伟正 文化家张浩瀚 郑文婷及郭美秀 共同鸣枪之后 勇士们一个接着一个下水 今天的万木山海上常有活动 最小的只有十岁 那年纪最大有八十几岁 所以我想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日子 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 在整个游泳的时候 基本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然后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运动 我们也预祝大家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但是海上安全非常非常重要 请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 基隆外木山长永正式登场 吸引了十九县市 两千四百多人报名 年长者最高八十五岁 最年轻十岁 永客们整装待发准备下水 后面还有长长人龙蓄势待发 因为台湾是淡水的嘛 其他金门、澎湖、绿岛都游过了 我们只是说圆一下全台湾海泳的一个梦想 去年觉得不错 今年再来一次 对这个地形、环境都很棒 台北最近 然后它也比较安全 因为它是沿着海岸游 从中和 对对对 第一次来参加 非常荣幸 2500人依序下水 消防局和一小总队也派出了救生艇 在旁借户 确保选手安全 外木山长永 消防局总部动员了24艘的船艇 181位的几亿小的同仁 那还包括有 这次有特别动员了三部的无人机 还有三具的遥控救生艇 还有特别还运用了船舶的定位系统 那俗称小海豚 所以我们在海上的24艘船艇都有相关的定位 我们在那个系统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24艘船是不是都有在定位上 今年的外木山长永是基隆市一年一度的正式 那我们营销这边 大概由我们救护工队 以及我们的救助工队全员出动 然后来协助我们基隆市政府 来举办这次外木山长永 那我想今天的天气算不错了 那在这边的话 益潇兄弟姐妹 那很早就来这边集结了 也是要来完成我们这次一年一度的外木山长永 能够圆满设计成功 报名队伍 人数最多的是新北市 第二跟第三是金融市和台北市 今的外木山长永有两千多人 在外木山长永 以前是有提位连办了六届 后来因为疫情停办了 我们今年重新开始 我们今天的天气很好 让也可能是一个适合 好地方 也预告一个我们 9月7号有全国建筑 在基隆 目前已经基隆市很多饭店都已经订满了 我们希望多多伴众大型活动 能对基隆的经济 旅馆业 餐饮业 卖便当 卖祭奠品 带来很大的商机 这两年重新在举办了之后 也让非常多的一个市民 非常踊跃的一个人来参加 在岸上也有许多民众观赏壮观的场面 金融外木山 海星游泳池 今年刚整修开放启用 首次遇到长永活动 场地宽敞又安全 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在我们基隆市政府呢 都已经把安全措施做好的这个状况下呢 其实我们外木山是一个非常多游客 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泳胜地 而且呢 这边风景也特别好 那我们的海底下的海洋资源也非常多 所以呢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呢 带动在地的观光产业发展 看到今年的外木山整个平台 其实比去年跑非常多 然后我相信这次今天长永 有点退下去也是相对的比较安全 然后今年的主办单位也在这个 那个海上也搭了一个河航 那其实让大家下水的时候 也会比较安全也比较有秩序 那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办得越来越好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 金融市政府在感激的地方 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选手从外木山澳救生站交研区开始长永 沿着海岸至大五轮奥底沙滩上岸 全程大约3200公尺 从空拍角度看 蜿蜒如海上长龙 有海的机会实在是很少 那慢慢经验的累积 刚下水还是有点陌生 会游起来会有点不太适应 外木山长永 永克除了享受金融的海岸风光之外 比赛也让永克玩得尽兴 安全上也做足了准备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与基隆市体育会 6月16号在基隆七读水样会馆 举办2024基隆市长辈 继全民运基隆市代表选拔赛 首次以国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正式竞赛 让人惊见国标舞向下扎根的实力 超精彩的国际标准舞市长辈 继全民运动基隆市代表选拔赛 在七读水样会馆登场 来自基隆的年轻国标舞选手齐聚 整线摩登的韵律与拉丁的热情 开幕典礼的表演赛中 这两位基隆出身的国内职业摩登决赛选手 带来精彩的舞出 我是王林宏 柳怡威 我们是目前台湾职业的国标舞摩登选手 那我们之前是业余摩登冠军 那我们现在最近转职业 我们搭档已经有将近七年了 那所以我们算是长时间的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也是有征赠到世界各地各个国家 那因为我们最近去英国黑池 参加那个舞蹈节的赛事 那才刚回国 然后在这个英国舞蹈节赛事之前 我们还去意大利进修 对这为期大概将近一个半月的 在国外进修的时间 希望能够为台湾在国际上发扬光大这样 还要为基隆争光的 还有这两位来自基隆的国手 我是任爱丽 我是蔡哲湘 我们是目前中华五种的现役代表国手 然后目前已经连续两任获得我们国手的荣誉 然后呢我们一直都是代表基隆 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 比如说我们去年2023年 我们去了香港 然后日本 然后还有德国 斯洛维尼亚等等国家进行比赛 然后也获得了很好的殊荣 我们的目标还有期望是 以后可以继续为国争光 对于在国标舞的路上 那我们认为最需要克服的 毕竟还有 因为我们国标是双任舞 所以需要两个人 我们的不管是个性啊 祸器上 或者是一些时间的搭配上 甚至在出国我们需要很多的金钱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 我们在国标舞上 一个好的舞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 团体组的小选手来自五人国校 极具张力的动作及队型变化的舞蹈 赢得满堂喝彩 五人国小和强乐国小社团课出来的学生们 那他们将代表基隆市去参加 十月份的全民运动会的 十三岁以下团体队型舞比赛 从去年十月就开始训练 那他们每个礼拜一次到两次的训练 去加强他们的比赛 那他们团体队型舞里面 有一些学生也是会代表基隆市 去额外参加单人单向的比赛 那非常谢谢五轮国小校长 他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借我们去做训练 我学舞学了十四年 然后在练舞的时候 有些动作会忘记 但是还是会克服困难 会努力地把舞续记住 我喜欢跳国标舞 因为重要的是那天我还在摩托舞 我都会很有成就感 现场贵宾云吉给予这群新生态的选手 满满的鼓励与支持 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这个 国标舞的锦标赛 不论是年纪小小的小选手 我看得非常的钦佩 我们基隆也有很多这些舞技 很优异的这些比赛的选手 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我们要继续努力 来好好推广这个活动 我们看到这次活动 有很多的我们的国小 低年级高年级 有都出来比赛 代表我们这个活动 已经有新兴的年轻一辈出来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刘正成组委 刘云吉总案是大力来推展 更谢谢市长在我们运动到台湾这一块 能加持希望我们今天选出来的选手 在我们113年全国全民运动会在屏东 集办能齐开时任 今天来参加我们基隆市体育会 舞蹈委员会的一个国标舞的一个锦标赛 来这边为他们加油打气 那国标舞它本身就是老少选宜都蛮适合的 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多多参与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比较年轻 心口相传 我们以前也成过辉煌的城居 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得到冠军 得到全国总继是第三名 得到全国摩登舞的第二名 拉丁舞的对写舞的第一名 基隆市长辈不仅是培育优秀的选手 这次比赛将要选出我们基隆最优秀的选手 代表基隆参加今年11月份屏东的全运会 希望能够带给基隆更多的金牌 这一场赛事是基隆第一次以国中小学生 为主要对象的正式竞赛 期盼以市府的号召力 换起全国国际标准舞蹈界的团结 办理具有世界规模与指标性的赛事 来提升台湾国标舞的正面风气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基于基隆的SBL球队即将诞生 今年超级篮球联赛将在基隆首度举办赛事 更继30年前中华直篮CBA幸福报后 再度成立在地球队 让基隆球迷有更多精彩的比赛可以观赏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及立法委员林沛祥 积极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争取 最后在礼监事会中通过决议 将支持成立基隆的SBL篮球队 这是基隆近30年来再度有属于基隆的职业篮球队 让基隆热爱篮球的民众有更多比赛可以观赏之外 同时也有助于三级衔接制度 让更多基隆子弟能够留在家乡打球 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把我们基隆的职业篮球队把它做好 再次的谢谢大家 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 谢谢大家 因为这基隆大概近三四年来 游四年来第一次 那也预计可以让很多喜欢这个职业运动的基隆人 有共同的荣誉感 然后也可以把三级衔接 把基隆好的高中学生或大学学生 以后就留在基隆打球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举多得 是每年球四杯里面 至少我们基隆人口不多 但是每年球四杯里面 至少有三个到四个是基隆 在基隆子弟出来 所以基隆篮球的风气是非常非常适合 主要是因为基隆的篮球运动人口相当可观 过去市长曾经参与多项比赛的开球 与篮球名将林志杰等球星互动 他们都是基隆子弟 市长谢果良希望透过这个创举 提升基隆的篮球风气 增加市民的荣誉感 同时也让培育出来的基隆体育人才 能在地就业 就近打球 可说是一举多得 而基隆球队的队名将由市民投票决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警察节前夕市长谢果良前往警察局新一派出所慰问 对于台二线北宁路贪方事件 警察同仁的迅速反应及协助维安工作表达高度的赞赏及肯定 来到警察局第二分局新一派出所 市长谢果良感谢执行远景 在日前北宁路贪方事件中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并在抢通路段时间 维持疏导交通任务 称赞远景很有责任感 北宁路山峰这个事情 让大家各在的情务相当的荒路 大家辛苦了 另外刚好明天也是警察节目 我想特地过来问问一下大家的辛劳 其实平常时候包括这个宁静街坊 行政友善等的这些业务 就发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心力 都有正对地方过来看待 大家送给你一下我们的辛劫 希望大家工作都顺心情安 家庭都合了美丹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市长跟局长 还有本局长 还有本局的都会展望 群策群立一起来访救灾的情务 然后来让一些交诊 让他顺遂 那也很感谢就是 市府的那个团队的苦工 工程的公务处 然后还有那个工种的一些展望 比如说帮忙 然后也都有考虑到昨天的兄弟说 就是重症跟晚餐的问题 都会有包吾 那这个部分也要跟大家关心 谈到北陵路山崩 警察局长汪群仁说 除了第二分局警力之外 像是保大警力也投入协助 让现场交通疏导能够顺畅 在市政府公路总局合作之下 让北陵路能够提前通车 记者黄少铭警报报导 6月15号是警察节 议长洪思伟 特别准备300杯珍珠奶茶 分送至基隆 共23间派出所 围绕辛劳的值班员警 6月15号随时都维持六七个 对 还有多少人在哪个路上 路上 我们路上会有一组巡逻 那两个人 对 其他会交整 6月15警察节 议长同志委 来到南游所未问 和远景闲话家常 你哪边人 屏东 屏东到基隆 南到北 你是分发来的吧 对 那有意愿成为基隆人吗 警察工作 没有假日 议长同志委在警察节这一天 准备了300杯珍珠奶茶 分送到基隆市 23间派出所 这些清凉的饮品 让远景消暑 警察节 那我们特别来到我们 这个一分局南游所 来祝福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值班的这个远景 这个警察节 这个愉快 大家平安 那我们警察同仁非常辛苦 24小时执勤轮班 那我们今天特别学在南游所 也是因为我们今年 中央有补助南游所900多万 来做整修 也配合这个我们这几天 在总统到各地视察 到警察相关单位视察 希望来改善我们这个 远景的这个生活环境 包含我们的宿舍等等的 所以我们金融市 这边也有900多万来整修 我们这个南游所 我们希望未来 中央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因为相信总统的重视之下 我们警察的环境可以越来越好 除了未问远景带来饮料之外 同志委也相当关心 南游派出所听色老旧问题 听到获得942万元 中央经费将进行修缮 同仁们很开心 今天是警察节 警察工作没有假日 无论晴天或雨天 皆要在外面执行勤务 仰赖同仁平时牺牲奉献 辛劳付出 才能让市民有良好的治安环境 在此感谢同仁辛苦的付出及执行 也特别感谢议长指使同时 特别带来清凉的饮品 慰问同仁及感谢及给予祝福 随后议长同志委分别前往 巴督派出所 马林派出所 慰问辛劳的远景 6月15日警察节这一天 再次感谢金融市 1200多位警察 不分昼夜 全年无休的牺牲奉献 记者黄少年金融报答 金融港每年为国家赚取 可观的税收 市议会特地安排到 金融港西岸旅客中心 参访金融港物分公司 了解金融关的相关出入 进流程及弃毒成效 现场也见识弃毒犬 弃毒的威力和可爱的奖励 金融市议员排成一排 接受也见识弃毒犬 快速闻出毒品气势的威力 弃毒犬锁定有哪个人身上 携带违禁毒品 就会坐在哪个人的面前 由金融海关人员 事先给的训练用 违禁毒品样本 先预藏在金融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市议员施伟正三个人的身上 一下子就被弃毒犬侦查破获 而如何奖励弃气毒犬气毒成功呢 也让市议员们大开眼界 就是和这群肩负主党非法违禁品 闯关出入境的毛小孩 玩毛巾的拔河赛 另外议长和议员们也了解通关时 行李X光机所发挥查记非法物品的功能 就连藏在包包里面的枪支弹夹 有几颗子弹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弹夹 然后子弹在这边 手机在这边 行动电源 这个应该也是行动电源之一 或是其他的电器类用 这是蓝牙耳机 这是水壶 好清楚哦 也是非常清楚 机动港每年为国家赚取可关的税收 光是去年机动关税等各种税收 就高达三千多亿元 目前台湾有四个关 我们机动一关 在去年客人的关税 就高达八百七十六亿 占全国关税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八 然后我们除了关税以外 我们另外海关也代增了 营业税还有货物税等等 总共两千七百多亿 所以我们机动关去年的一个收入 高达三千六百亿 我们只有一千多人而已 所以每个人都是三亿男 虽然比那个三兆男还有所差距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机动港务分公司经营国际观光邮轮 和旅客的增长也功不可没 这段时间其实地中海荣耀号 是到亚洲最大的一艘游轮 我们目前在上个礼拜 曾经有五千四百个人登船 这个是破了亚洲的记录 这一艘船是到亚洲最大的游轮 而它在机动港创下了 它在亚洲载客最多人数的记录 这个记录昨天又再次的被打破 到五千五百个人 那各位可以想象 五千五百个人在我们刚刚所走过的 这个场站里面要去通关 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官务长的一个协助 我们上次我们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因此机动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在议长同志委和副议长杨秀玉带领 机动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等人陪同下 到机动港西岸旅客中心参访 机动港务分公司 以及机动海关的相关现代化 出路径流程以及气司成效 感谢机动关这个护国神官 也肯定机动港务分公司 经营国际观光邮轮的成效 期盼市港共荣 诚挚感谢机动关对我们国家的巨大贡献 也为国门的执法奉献良多 我们都知道海运货柜因体积庞大 货物品项众多且众多分杂 容易遭到不法分子利用掩护 成为走私的管道 机动关全年无休 守护我们国人的健康边境安全 去年也展现非常亮丽的气司成果 是我们真正的护国神官 再给他们一个掌声 四港一体才是四港共荣 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我们的基隆关务稳健 在四港平台的基础上 我们共同以市政资源 提供基隆港 基隆关相应的基础建设衔接服务 也期望四港间的资源 更大的互相流通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确保国家税收 维护社会安全及人民健康 我们持续有赖基隆关 还有港务公司 各个伙伴 还有我们机关 大家共同来协助 共同来努力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西岸 除了我们现在这一栋 历史建筑屋之外 72737415 包董他未来这边 北侧这个地方要招商也好 或者周边的景观改造 我们都会跟他一起合作 市议会也由议长 同志伟代表和基隆港务分公司 以及基隆关交换纪念品 基隆关更致正可以说 已经断货的弃毒犬 宝宝毛巾 让议员们 以及市政府秘书长等人 留作纪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好运2U专车 8000元乘车补助 让孕妇便利又安心 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宝贝的到来